这球 吉林又盖掉 前面的机会 这些都给了培奥的一个犯规 吉林连盖两个 这种支配球能力是真强 以前他就是打个空位出身 这个球根据规则是没问题的 好球 因为曾令旭一只脚在后场 一只脚在球其实上慢了一些 穿得好 吉林底脚的空位 漂亮 环一个 吉林依然延续了上一场火热的手感 曾令旭提速 闪换大范围的转移 吉林第二个 漂亮 同样的位置 新疆队三个三分球打停了辽宁 这个第一节 并且全部都在右侧的三分球 上一场比赛 其实新疆的三分投的并不好 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 针对上一场比赛呢 有非常大的改进 刘丽鹏就是上球上的太慢了 不是一号位出身 但是吉林继续投 漂亮 好球 吉林顶线的空间 范子明传的也很好 上球上的很快 有机会 吉林 踩线的两分 好球 好球 哇 麒麟啊 这球应该是被麒麟盖到了 这球 麒麟又盖掉 前面的机会 前面的机会 哇 这线路满满的麒麟 都给了麒奥的一个犯规 麒麟啊 连盖两个 好球 这个球啊 这个球啊 麒麟 压上三分球 好球啊 哇 精彩精彩 第三节的最后两分钟 双方的三分球互飙 中距离 没有投进 麒麟收篮板 跳蓝甲动作 麒麟再找于长洞 今天有过三分的入战 第二个三分 这边 曾丽旭把手也 手指又戳了一下 好球麒麟 麒麟啊 还是手低手找麒麟 有背后距离 漂亮 这种关键球啊 我们看 打仇周啊 其实没要就是最后时刻这一招 坐下来就 哎呦麒麟 跳得真多啊 二下一打成 哇 这个球就是 大家硬拼天赋的时候 是 麒麟还是彰显了自己 为什么能够早早地 被新疆队相撞啊 哇 这个空中环 下方也没法进 哎呦 进攻篮板 好球啊 哇 乱战当中 拿到进攻篮板球 完成了一次单手的扣篮 这一回子 但是转换 哇 麒麟 这球麒麟隔着没要就想摁啊 新疆的这批年轻人同样让人非常的期待 来看这球 好球啊 齐琳 齐琳突破到内线左手的完成 传得不错 齐琳能不能投进 好球 齐琳连取五分 是 这个三分九也是非常的关键啊 齐琳 哦 跳得真高啊 好球 来 没投进之后 拿下进攻篮板球 再强起 打成一个二加一 齐琳 好球啊 哎 齐琳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自主进攻能力 他其实完全具备啊 需要一些战术地位和设计啊